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了 对了 我之前好像一包便宜的烟放在哪里 放床头柜里面了 行 我去拿 哎 彩辰 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一会不用我教 你都知道该说什么了吧 嘿嘿 你就放心吧 彩辰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的 哥 实不像蛮 我是真的没有钱 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但凡我有其他的办法 我也不会来向你开这个口啊 如果我以后挣到了钱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还给你的 哥 我是真的没有钱 你也知道我这个房子是贷款买的 小雪也没有工作 还换着运呢 我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只要你这么说 那我也不为难你 那我先走了 哎 哥 你等一下 我是真的没有钱 现在你来了 我又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的 我这里还有一包抽剩的烟 你拿去抽吧 这就不用了 你拿着拿着吧 那我先走了 怎么样 没有让你失望吗 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这么几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 要不然一会我们出去吃饭吧 行 走 哥 这个卡里有五万块钱 是我偷偷攒下来的私房钱 你也知道小雪的厉害 我把当面给你 如果不够的话你偷偷告诉我 我再想想办法 哥 对不起 原谅我只能用这种卑微的方式来帮助你 希望你能完成自己的创业之路 加油 别忘了 我一定会做到这种卑微的方式 一定会做到这种卑微的方式 我们需要你帮助你 对不起 我在我们可以将其他方式被冲出 好吗 我们只能把这种卑微的方式